夜幕降临 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夏夜美食总相依 阿玛蛋汤 作为宁波海鲜夜排当中的大牌 每天不到饭店 大厅内已经坐无虚席 一味难求 各式菜品供不应求 陈大姐站在档口里 就是金字招牌最大的保障 而店内二十多年来 美味如一的吸引力 源自选用最新鲜的食材 红糕嗆蟹 就是大战在即前的冲锋号 陈大姐家选用的是 周山红糕梭子屑 肉质肥而不腻 不用明火烹煮 只是加上料酒 盐之类简单的调料 即可腌制入味 去前开壳 切片即可上桌 红糕蟹 红糕的就是红糕 这个红糕 肚子呢 这个糕嘛 这个最好的 嗆蟹的做法 源自当年大量螃蟹 无法储存时 当地渔民的处理办法 也许是不经意间的灵感迸发 却刻入了宁波仁的海鲜经典 掀起蟹盖 红红的蟹膏散发着诱人的咸鲜 红糕落口 蟹肉细腻 活色生香 此时的后厨 正在上演着火的艺术 红烧是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法之一 搭配脆嫩弹牙的旺潮 这是陈大姐店里的 另一个网红单品 红烧旺潮 旺潮 学名短烧 是浙江一带著名的海特产 因为每到朝迅来时 熊旺潮会上下摇动触手 旺潮起舞 故而有了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旺潮清水洗净 用剪刀小心去除牙齿 仔细清理内脏 热油下锅 小火慢炖 旺潮各个部位均匀着色 大火收支翻炒出锅 每一步都不可有丝毫马骨 这是人与海洋之间 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简单的红烧旺潮浓缩着陈大姐对记忆的理解和经验的把握 唯有如此才能造就地道的宁波味道 城镇化的浪潮轰轰烈烈 冲淡了人们舌尖的记忆 而陈大姐家的蛋汤和海鲜 就像海底暗流涌动下 纹丝不动的船毛 总能让我们找回些许当年的记忆 阿玛蛋汤能在海鲜排档林立的宁波沉浮二十载 陈大姐的自信来源于对自家食材的信任 从海鲜码头直接送往柜台 源头直达销售 但是如果这种鲜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那就只能自己上手 海定则波宁 宁波坐拥着一千六百千米的海岸线 以及中国最大的渔场 舟山渔场 说起宁波的味道 那一定是海的味道 炒闸蒸溜顿 鱼蟹虾罗贝 食材与技法聚首相逢 成就了宁波美食与海洋的缘分 但是在宁波 你除了可以品尝到波澜壮阔的豪放 也可以欣赏到江南水乡的婉约 腊月年糕 蒸月汤圆 四月青团 五月粽子 这是属于鱼米之乡 宁波特有的味道 在宁波吃海鲜 讲究的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仙 九富盛名的老街中 有着九富盛名的美食 阿玛丹汤是店名 亦是菜名 老板陈亚仙 纵横宁波夜排档二十余载 江湖流传 再好玩的酒吧 都挡不住阿玛丹汤 以菜名为店名 展现的是店主的自信 尚可理解 但是阿玛丹汤 一个不以海鲜命名的海鲜夜排档 却能在海鲜排档 林立的宁波夜市流传至今 令人费解 那时候我朋友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桌最起码五 五个大鱼汤 他们来到宁波 特意吃阿玛丹汤了 阿玛丹汤是最有特色的 可能你去问 你去问整个林波市的人 都知道阿玛丹汤 阿玛丹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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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戴永明眼中 螃蟹是宁波菜里重要的印记食材 十八盏宁波行家们的绝活 一只蟹只切十八刀 淘洗的麦香能一直保持到出锅 蟹肉入铁盘曼菊 爆香豆酱给螃蟹提香增味 一勺滚油呛上去 风味物质瞬间融于油脂 让香味喷勃而出 酱香浓郁 仙中带咸 让老宁波人欲罢不能 戴永明有个习惯 隔三差五就会和几个最亲的徒弟聚餐 这些徒弟早已在餐饮江湖里独当一面 时不时回来尝尝师傅的手艺 既是酗旧也是鞭策 而在这一桌菜肴里 最受欢迎的永远是那一道 糟骨头争屑 明波历史上盛产黄酒 利用酿酒剩下的酒糟 加入黄酒二次发酵 这种具有独特风味的食材 可以掩盖腥味 排骨肉斩小块便于入味 加食盐和酒糟密封腌渍 酒糟中的活菌与猪肉共同发酵 肉中的蛋白质降解形成氨基酸 又与盐协同让鲜味倍增 宁波菜注重原汁原味 鲜咸和鲜 新鲜的原料和腌制的原料 或者海荷干制品组合在一起 这是鲜咸和鲜的定义 遭骨头争蟹 是戴永明二十年前推向市场的 如今已经风靡整个宁波 但却很少有人认识背后的这位行家 徒弟们第一次亲眼见到师父的菜谱 带永明多年整理的菜市 有些已经声明在外 也有很多还没有付诸实际 师父的这个举动让徒弟们心里五味杂陈 也许此刻他们才理解了行家二字的分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水墨猪油汤圆是这家老字号的招牌之一 在宁波 汤圆也被称为汤团 王生大家的汤圆皮薄馅多 汤青色艳 一口咬下去 牙齿撕开软弱的汤圆表皮 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芝麻馅慢慢充斥口腔 回味无穷 弄弄的很好吃 很滑的 相传 汤圆起源于宋朝 当时明州县浙江省明波市 兴起一种新奇食品 即用黑芝麻 猪油做馅 加入少许白砂糖 外面用糯米粉搓成圆形 煮熟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饶有风趣 因为这种食物煮在锅里又浮又沉 所以它最早也叫浮原子 扯猪油包黑芝麻馅 是王生大汤圆对古老传统的坚持 地道的口感 来源于手工制作的技法 糯米 必须选用每年的新米 将就收完就做 馅料是王贤定独门武功的核心秘籍 黑芝麻要用本地新收的芝麻 糖 糖是纯白砂糖搅碎 这样煮熟后的汤圆馅 就会有流出来的感觉 猪油要去猪肚子里的圆块板油 撕去板油外面的网膜后 手工挤压揉搓 再一点一点的掺入黑芝麻粉和棉白糖 直到把猪油柔化 才能做出名副其实的猪油汤圆心 大人您不能呼吸一下 植鱼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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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砂糖 这种东西 给我弄 这个为止 作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出道的弄潮儿 王贤定身上透着一股认真劲 就连包好汤圆的大小 也是经过上百次试验才定下的标准 包裹就包裹了 一股都给我做好 来来来来 手里来来 包裹一碗 包裹两碗 我们宁波龙一般都有芝麻做的 就是宁波龙最喜欢的 宁波花 最厉害了最好吃 芝麻 芝麻 可笑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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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 当地人又称年糕叫做团子 举团团圆圆之意 对于五岁的年龄来说 最好玩的游戏 就是跟着曾祖外婆一起做年糕 宁波水墨年糕 用当年新产的碗精米制作 经过浸泡 墨粉 蒸粉 桑稿 在铺板上使劲揉压 一条最普通的脚板年糕就成型了 把春天储藏的艾草 混入蒸好的米粉团中 一三一番之间 做好的年糕温润软粘 撒上金黄色的松花粉 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顾佳的厨房里蒸汽腾腾 饭香丝 用年糕来搭配蔬菜 既是能吃饱的主食 又是美味的菜肴 缩仔细 让这个原本清淡的米制品 幻化出另一种滋味 等宁宁长大 可能不会记得年糕的做法 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 承载着家庭的味道 也许会留在宁宁一身的记忆里 潮水退却 宁波沿岸潜水区 淤泥堆积滩涂处 这里潮湿温暖 天造地设的生态环境 孕育出一种宝藏美 号称鱼类的天才 可以在滩涂上旋转跳跃打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痛散 suf Mexic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午十点 尽管此时匡内未满 吴师傅精力有存 但他知道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需要尽快将这些海货送回家里去 明波有句俗语 下半有三宝 咸鸡 呛蟹 尼罗好 刚捞上的尼罗多寒泥上 需要先在淡盐水中浸泡 等待泥沙途径 用清水反复冲洗 然后入开水超熟 无常制作葱油尼罗的手艺 深得富金珍川 穿熟之后 等这个水开了 就上到盆子里面 把葱姜蒜 酱油倒一点 之后再 把这个锅洗干净之后 把油倒上去 烧热之后 直接浇在这上面 这就是传统的葱油尼罗 另起油锅 将滚烫的热油 淋在葱姜蒜上爆香 葱段与尼罗的结合 泥土与海洋的相遇 让尼罗的鲜味更上一层楼 农历八月 桂花飘香 此时 宁波滩图所产的桂花尼罗 虽然比不上 阳春三月时的桃花尼罗 刚刚长发 体内无泥 味道鲜美 但也力大之风 别有滋味 冬瓜去皮洗净 切成薄片 热油入锅中 至冬瓜微微变软 加入适量清水 冬瓜炖跳跳鱼 这是母亲郑国芬的拿手盲菜 先放进去也可以 此时放入洗净的跳跳鱼 加盖小火慢炖 跳跳鱼 跳跳鱼入制鲜美细嫩 爽滑可口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 时间与火力 释放出冬瓜清甜的滋味 也资料鲜美细 也赋予了跳跳鱼鲜香之外 爽烈的气息 这个也比较大 月色降临 温馨的晚餐已经上桌 葱油尼罗配上刚刚出锅的冬瓜炖跳跳鱼 普通的食材搭配简单的烹饪 口感间聚散离合 餐桌前茶饭饮桌 情感催生出味觉最深的体验 这就是宁波最家常的仙